今次介紹的是屯門新入伙的涼房單位 他們的要求是一個比較有個性的設計 同時也能滿足他們的收納要求 你選擇了一個怎樣的風格給他們呢? 我們今次就用了工業風 輕工業風來說 我們容色方面都會用一些灰塵的顏色 參考了原有的廚房 就用這個新灰色來做一個區分 另外,女戶主喜歡墨綠色 設計師就選擇了一個兩一度 以免全屋的顏色太過灰暗 長身顏色之外 傢俬都用了同樣的風格 我們用了很多鐵器的元素在裡面 例如手抽位和裙邊的位置 我們用了一個比較粗的木紋理來做適面 令到它也有一個工業風的感覺 另外,加入滲燈 平衡工業風冷的感覺 令到整體的感覺更加溫暖 而裝飾櫃下半部分是鞋櫃 八頁門設計網絡不死板之餘 還可以疏氣通風 電視櫃都加入工業風的元素 用了一樣的木紋 和黑鐵裙邊、黑鐵的手抽 櫃門就用了鐵網 從而減少整個櫃笨重的感覺 同時留有足夠的空位 放置難護主收藏的音響 主人房又會怎樣設計呢? 護主想增加收納空間 選擇在主人房做地台 有一個很特別的要求 就是用最少的格數完成地台 我們亦會做一些不用用手抽的方式 來打開地台這個動作 用一條比較粗的紋在旁邊 然後就可以完成手抽位 工作桌取代了床頭櫃 一邊放電腦 另一邊就是揭鏡的櫃桶 不習慣盤腿坐的話 就可以打開層板 變出放腳的空間 我們衣櫃就選擇了用玻璃的門做櫃門 太多的木板來做門 就會整個感覺有點over 同時間可以增加這個通透感 因為冷氣機在衣櫃的上面 所以在衣櫃頂做了一塊活動的層板 方便日後維修 主人房用了淺灰色做主色吊 搭配深色木紋 黑鐵 床頭燈 深燈 令房感覺溫暖舒適 另一間房又會是怎樣設計呢 因為媽媽放了原故 所以我們不會用太深色的顏色來做長身 我們用白色來做主吊 連換整個單位的工業風格 我們用了穀倉門來做衣櫃的櫃門 上面也會用鐵絲網來做櫃門 而窗簾框就加了黑邊點綴 就連長身掛鉤都選用在有金屬元素 世界上的美容不足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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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